我們看到今年國慶園會 在台中市府決定要在中央公園 來放國慶園會 有幾位中央公園和汉雄公司 兩個大型的官商區 以外 現在有來找出來 十一雷說可以自由官商區 不過在地民眾比較煩惱的是 這個交通和安全的問題 是表示反對 今年國慶園會在台中市中央公園 記憲 以下放二點八萬顆 在台中市中央公園和汉雄公司 幾位兩位民眾官商區 另外粗部拔點十一位自由官商區 未派完維持交通 百中央的燈發公園就是幾種子 不過當地民眾認為公園 挖社區 中央的時侯不好 反而大量遊客來影響交通 甚至發生大人的事件 國慶園會 中央一波三十 原定在台中市五車港 後來可能當地有優租 到安全問題 改革中央公園 現在又因為十一位 九軍官商區映法議論 包括燈發 中六位公園 風格雅七 莫茶湖 市府公園 水南水主案 會收中心 還有中央公園 天機兵處決體驗區 市府標誌這只是粗部的盤點 九月中下旬 到的燈發企業 施高的實質地觀察 這裡公佈最讚的觀賞所在 預計在九月中下旬 煙火施放時 台中市民政局以及官僚局 將會調派人力 之各潛力的官商店位實測 陸續揭露合適的自由官商店位 那大家可以方便就近前往 關入局強調 這次國慶燈發 這次國慶燈的官都 以及是兩百公圈 四方點方圓三公里來的地點 都會列列賓戈 中央九州和韓雄公司 台湧可以狂熱二十萬人 適合的客棟 高東車動態分流 記者 台中部 討論 字幕提供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料